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北京夜跑。红米CEO和王一博在科技园夜跑,员工不想下班了。 2021年10月28日,红米手机在北京小米科技园召开新品Note11发布会,代言人王一博受邀来到了现场。 24岁的他脸上似乎有着比同龄人更多的沉稳和淡然。 今天他的造型十分像一个成功企业家,衣着口味也像,和旁边的红米CEO好像两个公司在合作。 最近王一博似乎很偏爱这类西装造型。 前几天在某化妆品牌的发布会上,他穿了一身类似的西装,只是颜色不同,不知道这是不是明年的新风尚。 不过他很适合这类造型,确实好看。 发布会之后,大家一起换上了运动装,由红米CEO卢冰伟和代言人王一博一起带着百名员工在小米科技园里夜跑。 卢冰伟随后发微博,每天一刻钟,让自己满血复活。 看来红米企业文化是很注重健康生活。 今晚北京的室外温度大概只有9度。 有人嘱咐参加夜跑的闺蜜穿后点,闺蜜说公司,统一发了安踏运动服。 仔细看跟跑的100名员工确实都穿了统一的服装。 安踏是王一博另一个代言,这可能又是一次梦幻联动。 就在昨天,王一博代言的两个品牌SKG和联想刚刚达成了战略合作。 看来王一博所代言的品牌相处的都很不错。 一番热身之后,王一博和卢宾伟带着大家开跑。 此时红米大楼窗前已经站满了人。 这可能是红米史上唯一一次这么多员工自愿加班不回家。 从内部看是这样的情景。 有人还站在了桌子上,窗口第一排位置稀缺。 亲眼见过代言人后,不少员工表示很满意。 除了这些自愿加班的人以外,还有人真的在加班, 然后也被这个场面感染到跑去看王一博了。 大楼里的员工在楼里的走廊上跟着外面的夜跑团一起移动。 从窗口看在里面楼道上跑的人十分好笑。 从内部看仿佛北京地铁早班车。 还有一些聪明人,选择在园区里等候代言人经过。 这个视角可真是太棒了。 当王一博从拐角出现,等在路边人群马激动地大声喊出他的名字。 和王一博并排跑的CEO卢兵伟,看到员工们的热情还非常开心地招了招手。 这时候就有机灵的人喊了一句卢总,小米果然都是人才。 今天,穿上运动装的王一博确实很帅,身姿挺拔更是加分, 不过眼里的红血丝十分明显。 最近王一博在忙这个月30号,这就是街舞四总决赛。 当天有一场队长大秀和队长battle需要他本人准备, 队员们的最后作品他也需要盯。 去年杨凯和步步的生死一战令人十分惋惜。 如果不是因为赛制问题,两人都有希望进总决赛。 但是出现在二进一的情况,差时令人始料未及。 去年留下遗憾的步步,今年要冲刺一下。 王一博说他不担心步步的battle,只是担心他的团队作品。 所以今年他把精力放在丁步步的团队作品上, 这是步步走上最后battle的一个关卡。 步步这次依旧为爱而战。 第三季时,步步曾因团队作品被淘汰,需要battle争取复活名额。 步步说为了一博要好好战斗,之后就第一个穿膝拿下复活名额。 今年步步脖子意外受伤,原本他对battle没有什么信心。 但是王一博跟他说,不不,去战胜所有人。 步步说,不知道为什么王一博会认为他能战胜所有人, 不过他这样认为了,那他就去战胜所有人。 然后今年又第一个穿武,为战队拿下更多名额。 希望今年他们都能完成去年要做的事, 这可能就是王一博最近挠红了眼睛的原因。 请订阅本农与 Birthday 你需要看好吗? ithям 网易